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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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彻者 建设西北造福農民的施政理念 10月1号 市长黄伟哲亲自来到厚比区试查 第15期 农水路改善成果 农民与在地里长的实际体验更是有感 冲得很好一些 农民也树木工都树木工得很好 所以在地里面树木工的 像今年有去的修行 树木工 树木工工仙楼要之后走 季節水就能树木工去树木工 如果树木工工去树木工 再加树木工去树木工的树木工 对農民是一个很符合的政策 为了需要这些年 初期荣地中的所有的楼 旁邊說過 做得更好 給農民 給人民過得更好 這是非常好的政策 從縣市合併以後 100年到108年 我們所完成的農路水路更新的長度面積 是全國第一 那我們更新了946公里的農路 303公里的水路 而且有88%都放在我們西北地區 希望可以打造基礎的農業生產環境 幫助農民富力農村 台南市自100年起到今天 已經投入改善經費將近30億 改善農路長度達到946公里 水路長度達到303公里 在農水路修繕工程當中 無論說是長度 面積 都是全國第一 市長除了對市府團隊的努力肯定之外 並且表示會持續向中央爭取經費 並且針對109年將提高預算編列 加碼1.6億 如果未來我們農業局主管的部分 農路的經費增加一億 地政局主管的部分 農路的部分增加6千萬 所以未來從農路的經收 都會增加更多的醫生和主委 農民加強來補設 農民加強來維護 希望農路的妥善率 可以維持到最高 農民對農民來說 也是一大幫助 因為農產品的運輸 運搬 需要農路的 需要救到農路 如果農路不好 農產品回海去 撤海去 這對農民來說都是一大損失 過去農路不夠寬 不夠平 造成農民不方便的問題 市政府加速修繕農水路 良好的水路 可以讓農民提升農田 給水跟排水的效率 增加作物收成 在農路更新拓寬後 可將優質的台南農產品 運離產地更有效率安全外 也降低運輸成本 農水路該生 不夠生